从地名看历史,以历史说文化 华盈山脉,起于四川省大巴山路 由北向南,纵跨四川,重庆等十五个县市 延绵三百余公里的山脉 是川东平行铃谷与川中红色丘陵的分界线 华盈市位于华盈山中段西原 邓小平故里四川广安的东部,毗邻重庆市 华盈市的名字是因华盈山之名而来 华盈山原名华盈山 其血迹颠顶,远望如穷摇洒地 金玉铺山,故名华盈山 民国时期,盈盈混用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华盈山被确认为整条山脉的名字 华盈山的山名也因此成为了历史 华盈山峰岭纵横 瀑布,峡谷,雄魂争容,气势磅 磅礴,被许多人赞为巴山之王 大文豪,郭沫若,畅游华盈山时 也盛赞其为天下第一雄山